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6年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三十多件青铜面具 它们是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物群体 三星堆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面具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件青铜重物面具 它高66厘米 长138厘米 宽85厘米 重达71.1公斤 该面具双眼瞳孔曾柱状突出16厘米 双耳向两侧充分伸展 俗称为千利眼顺风耳 短鼻梁 口缝伸长上扬 是座神秘微笑状 这件青铜重物面具神秘静目 威严正大 传达出永恒的精神力量 给人以强烈的威慑感 最令世人好奇的就是他的这双眼睛 近代常去华阳国志中记载 属猴残虫 其目重 有学者认为重有向前 前身的含义 三星堆这种外突的眼睛 正是对重物的直观表现 认为它代表的是第一代鼠王蝉虫的形象 照相重突的双眼 是对蝉虫重物的一种夸张和神话的表现 此外还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如认为它是瘦面具 也有人认为这个重物面具就是太阳神的形象等等 我们倾向于认为是一种人神同行 人神合一 充分表达祖先崇拜的异象造型 那么这件面具到底是给谁佩戴的呢 面具体量巨大 重于七十公斤 非人所能佩戴 从面具两后侧面 上下和额头中部都留有方孔的现象推测 可能原是将面具装配在梨 木等材质的神像身躯上 或挂于建筑物上 是长期供奉于宗庙的神像 和这件重物面具 和这件重物面具一起出土的还有件造型同样神奇夸张 而体量相对较小的青铜带官重物面具 其额头中间的方孔中装饰有高达六十八厘米的变形的奎龙形额式 奎龙头端以面具的笔梁衔接 奎龙身为高高竖起 以面具形成整体造型 显得格外滑美 三星堆青铜器群一面四 这些造型神秘独特的面具 以及青铜人像群 瞬间就吸引了四人的目光 他们既体现了古蜀人独特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诉求 也彰显了古蜀人绝妙的艺术构思 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同时还充分表达了古蜀先民 超越现实 向往未来的精神追求 至于约简法 二云 疯独特的文化 能复染 继续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